我们整体这样面试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说全程 我们不去识别这个选手他的综合 因为他本来他简历就写得很有问题了 信息一片空白 哪些问题 他的这个就读的时间 这儿时间没有完整性 然后工作经历没有 然后专业认证没有 现在起的这个岗位名称还有问题 然后后面所有的能力定位 都不是他说他具备什么 都是企业家们去猜测 针对他的外形猜测 想象猜测 这个真实面试绝对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在做无效面试 可能一开始我没有分辨太轻 我其实只是想在公司里面找到一个岗位 就是公司的员工 比如说朝九晚五的在办公室去久坐 手持电脑去做这些事情 他的腰椎啊坐姿 都会影响到他体态的问题 我说通过瑜伽这个系统 去进行内在的一个调整 让他们达到一个健康 更好的为公司去效力吗 非常好 目前有这种岗位吗 所以我过来飞你摸手 我希望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我们公司做那个数字化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就有的员工就是说请假 我要去做牵引 我要去运动运动 我都给他们办卡 我说你健身房你去吧 所以咱们公司可以提供一个 这样的岗位啊 就我说一下 我们其实类似的岗是有的 因为这样有一座企业级服务 做给企业提供健康管理 就比如说我服务十家企业 那从礼拜一到礼拜七 这十个企业排一排 一家一天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服务呢 就比如说我们做健康的 它是有多元需求的 比如说对员工的睡眠 体态也是之一 肥胖 什么焦虑 就它是一个多元环节的 那么作为一个我们说 输出服务的人来说 他的能力也相对比较综合 所以如果只是你刚刚提到 这个体态 就是这么一个单一环节 你很难控制这个 需要你的这个技能 你有意向企业吗 有吗 没有 你有看过非你莫属吗 看过 你有在来录制之前 了解过我们的企业家的 这个企业吗 有了解一部分 没有全部 你希望薪酬是多少 一万 一万 希望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北京 好 各位企业家 我们第一环节 请大家对于我们求职者 安然 刚才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判断 和最终选择 好 祝贺你安然 进入到你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好 好 谢谢 他 他